Hello,大家好,我是洪澄澄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前面的视频说到,在我五十余岁的时候 我老公单喜相会,给我带上了订婚的件事 我和我老公订婚以后 老公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老公是洛杉矶机场的高级管理 可以享受免费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去到世界国地 而作为他的伴侣 同样享受和他一样 免费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去到世界国地的福利 我和我老公订婚以后 老公以妻子的名义为我申请了这样的福利 所以我现在到世界国地 如果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也是免费的 而且还可以坐头等舱 而且在这个申请没有批准下来之前 老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有这样的福利的时候 他说我都还没有办到的事情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现在我办到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我想说的 不仅是我老公给我带来福利的问题 是想说一个男人 不要看他夸夸其堂 为你说的多么动听 是要看他默默的为你做了什么 付出了什么 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 于是我们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 他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因为在美国有教堂婚礼 有高尔夫求偿婚礼 还有海滩婚礼 我从小就喜欢大海 宽大海的宽广无垠 所以在我从小的心里 就向往在我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海滩婚礼 所以我就告诉我老公说 我喜欢海滩婚礼 老公说很好啊 他也喜欢海滩 一次我老公就说 那我们去夏威夷结婚吧 夏威夷有最漂亮的海滩 是举行婚礼最浪漫的地方 结婚的时候 我的大儿子也飞到了夏威夷 他牵着我的手 亲手把我交给了我的老公 他说看到我的老公 对我这么关心 这么爱父 这么欣赏 所以他也很放心 把我交给我的老公 大人请来尽量 我来在国家的老公 地儿 比特别好 他也会有三个女神 离开iden 帮我交给我的老公 地上 以为这是鉴定的解释 就是与三个小时 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可略 我会觉得出版本的故事 那么可能还有一两个小时 即可在这一个话题 就是比较大 因为这些大小时 就像一样浪费的摄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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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going to sign that and get that done and then I'm going to start receiving family pictures and do all those to discuss the truth you are now going to check all the dishes 于是在老公的儿子媳妇 在我的儿子 在我的朋友们的见证下 在我52周岁生日的当天 老公给了我一个非常浪漫 而温馨的海棠婚礼 实现了我的海棠婚礼的梦想 感谢老公 希望我们余生天天快乐 天天开心